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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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这种体型 而且肌肉类型会非常好 比较那个在水面上比较浮 好 来看看 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和中国选手吴鹏拼得很凶 现在的第四拥道是森田隆一 处在第一类率先转身 吴鹏和另外一名日本选手是同时和松田仗志 两人几步同时是第二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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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我们来看看 现在是日本选手森田隆一处在第一位 吴鹏处在第二位 看看 哦 超 现在吴鹏开始加速 他加开了马铁的节奏和频率 好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他已经是超过了日本选手 吴鹏处在第一位 日本选手处在第二和第三 吴鹏现在领先对手已经有大半个身位 到最后呢 还有最后的吃米 还有最后的五米 吴鹏冠军飞台露出 吴鹏处处动望 在男子200米电影当中是 力错群雄击败了强硬队手森田隆一和松田仗志 一分五 四秒九 一很不错的团队 吴鹏为中国游泳队又夺得了一枚金牌 那么今天这枚金牌对于小小孟来讲呢 是至关重要 也直接关键整个游泳队 中国南队的士气 刚才前红介绍了吴鹏在今天出发的时候呢 稍稍的慢了一点 让我们注意到吴鹏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在水中的技术很好 而且我们注意到今天吴鹏他的战术运用啊 比较奇特 他中间是采取了跟随的战术 最后这个四十米还是巴黎 您觉得他这个战术安排 是不是和他今天的取胜之间 是不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吗 对 其实我刚开始最担心吴鹏就是 因为有两名日文人